来看这个协议里面的具体的实现方法 首先咱们肯定要判断什么 判断这个路径的长度 一般路径路径的长度是要什么 不能少于四个点或者六个点对吧 比如说pastlinense是什么 小于四个点的 那么咱们给个提示是什么 看一下咱们咱们什么 raise out title label的text 请至少连接什么 四个点吧 请至少连接四个点 然后给个颜色 这个颜色一般是什么 错误的信息 所以说咱们给它换一个颜色 因为咱们默认的是什么 黄色的 好咱们运行看一下 看它看它能不能打印这句话 对不对 如果能打印 证明咱们的什么 这个协议已经成功了 其实咱们用通知也是可以的 这边没有成功 你看没过来 咱们看一下有没有过来 打个多点可以看一下 采用协议 采用了 证明在这里 咱们在这里看一下 踏持人的 这里这里没有过来 你想想 咱们这里写写写错了 你想想 我在上面都把数组清空了 我在这里再来判断 是不是就出问题了 对吧 所以咱们应该把什么 这个放在上面去 对吧 在清空之前 咱们做这个操作 放在这也行 放在这也行啊 直接放在这吧 现在应该好了 因为咱们已经把什么 数字清空了 咱们再去判断 数组中有没有 有没有按钮 它肯定就没有嘛 好 嗯 协议是不是过来了 25 不好意思都看见了 请至少连接四个点 是不是也出来了 啊 随着这个协议成功了 然后咱们 可以点击回来 然后再进去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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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咱们连接两个点 请至少连接四个点 都一样的啊 好 这本这本这里成功了 这里成功了之后想想 咱们是需要去什么 这个as表示的是什么 表示的是什么 可以用嘛 那么咱们首先就得判断了 判断什么了 文件中在不在 文件中在不在 咱们是什么 nsuserdefaults .standarddefaults .object4k 咱们可以随便写一个 写一个k呢 啊 随便写一个 如果它是什么 空的 然后咱们应该有个提示 什么 resonable.text 第一次是设置 它肯定是空的 那么应该走到这 走到这的话应该是什么 再次输入刚才密码 对吧 请输入刚才的密码 请输入刚才密码就行了 然后呢 它这个颜色 应该是什么 咱们默认的颜色 orange color 而且 存入 是吧 一定要存入 因为你这次 这次是空的 然后进来的 那么下次呢 应该不能为空的 已经有了 standarddefaults.setobject4k 把什么 路径要存进去 咱们得比较路径呢 比较的两次路径一不一致 好 咱们看一下 看它能不能打印这句话 因为咱们不能一下写太多 写太多的话 哪里出错了 咱们都不知道 设置密码 咱们划长一点 请输刚才密码 是不是这句话 那么就想 我在如果我真的在输了之后 如果我真的在输了之后 我是不是就得比较 我这次绘制的 和这次的 是不是应该 是不是是否一致啊 啊 就是拿什么 拿我这个派词和什么 从这个里面取出来的东西 去比较 所以说 s 咱们写个 if 行吧 工程停止 加个货吧 nsuserdefaults. 把它读出来 是object object4k 对吧 看这个东西 和什么 这个东西 我可以想想 它是可有可无 有可能有 有可能没有 所以说是什么 点 想想不加这个的 点 a字以扣 pass 不等于 处 这表示的是什么 这一次绘制的路径 和这个不相同 对不对 是不相同 好 咱们先试一下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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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ble.text color text就行了 等于 咱们先试一下 密码 不一致 好 咱们先看一下 设置密码 好 连接四个点 密码不一致 是不是打印了 但是 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验证密码的时候 验证密码应该是什么 开始是这样子 它还是什么 请华能书密码 然后密码不一致 所以说什么 这个里面肯定和tag值有关 对吧 然后咱们应该是 密码不一致 放在什么 wh tag 等于100 这是什么 设置密码 对吧 如果放在这的时候 咱们才是什么 密码不一致 请 重新输入 那么这个呢 if whtag值 是101 表示的是验证密码 那么肯定是什么 肯定是密码 直接写验证失败 对吧 否则的话是什么 对应的是修改 对应的是修改 想想对应的是修改 咱们这应该是什么 对应的 对应的修改 咱们先打一句话 直接直接先放在这吧 咱们用它自己的 frent net 好 咱们先看一下 设置密码 想想咱们怎么才能设置成功呢 你看看 我这是设置 这应该是两次密码不一致 密码不一致 请重新输入 这应该是换一个颜色 对吧 换一个颜色 相当于是说 说什么 如果是进到这个 sf里面 这个所有的颜色 是不是应该都要去换 所以说 result nable.text color 等于 等于 uicolor 点 led color 现在是错误信息 设置密码 好 密码不一致 看一下别的呢 验证密码 验证失败 那么咱们这个应该是放在ls里面去 对吧 你看 if 为空 然后是什么 不为空 不为空是啥 两次一不一致 那么剩下的ls是什么 两次 密码 一致 一致的时候 咱们就要看是什么 是验证密码的 还是设置密码的 还是什么 其他的 对吧 好 result neighbor.text 这里面的color肯定都是什么 都是 都是好着的 uicolor orangecolor 然后 看tag值的 if wh 100 对的是设置密码 表示的是什么呢 设置成功 对吧 设置成功 下个密码设置成功 设置成功 然后是这个什么 也是 sif wh tag 等于101 等于101应该是什么 密码验证成功 without neighbor.text 密码验证成功 设置成功 咱们可以加个改变后 那么否则呢 应该是不是修改 啊 否则是不是修改 这是修改的 这是什么 好 咱们先运行看一下 写一点 运行一点 这样的话防止 出错 设置密码 看到能不能设置成功 想想这里为什么 咱们直接输入就错了呢 因为咱们那会输入了一次 他已经把什么 那那一次的就是这个东西 写入的文件里面去 对吧 所以说咱们要把这个什么 每一次点设置密码 是不是应该就是清空 啊 每一次设置密码 点设置密码的时候 咱们应该把这个什么 做清空操作吧 所以说现在是这 如果是设置密码 它是应该什么 每次应该先清空 nsuserdefault.standarddefault.setobject4key setobject肯定是什么 很有空的 4key wh 这样就可以了 每次先把这个设置密码 先清空 不然的话这里就会出问题 设置密码 对吧 好 咱们设置 再次输入 输个错的 密码不一致 少少于4个点 然后输个对的 密码设置成功 对吧 咱们那想想 咱们一般是什么 密码设置成功应该是什么 自动返回到上一级的 好 密码应该是 设置成功应该是自动返回上一级 咱们先写在这 自动返回 咱们在欧斯里面是直接中括号对吧 咱们这里的话直接写 anctimer.schedule 比如说咱们隔 隔一秒 然后让它什么 返回去 对吧 好 这个方法好像不对 它应该去 去执行什么 一个方法 1.0秒 target是当前 适度控制器 执行一个方法 方法名放在这 有点凝缝 然后重复吗 想想 这里是不是不需要重复 对吧 直接什么方法呢 咱们写在这 看一下 和这个括号到外面去 好 在这里 自动返回上一级 是吧 自动返回上一级 看一下咱们这有没有呢 其实咱们已经写了一个什么 忘记按理的方法 其实让它去执行这个方法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咱们这里不需要再去写了 不需要再去写了 让它去执行什么 这个方法就够了 好 咱们先看一下 一马上升空 看到能不能自动返回上一级 是不是好了 那么这里也能返回 咱们在这个密码验证成功 也要返回 那有的说 这修改呢 修改的话是不是就应该是麻烦一些 修改的话是要啥 我要先去什么 输入旧密码 然后再什么 看旧密码说的对不对 修密码如果输入正确 咱们才能什么 滑动设置新密码 然后再次去设置新密码 然后最后是什么 设置成功或者失败 这就麻烦一下 好就跟上面一样 咱们这里应该输入什么了 修改这 修改这 咱们直接看一下 直接写一个 result enable text 直接写一个什么 修改失败 这里不应该输入修改失败吧 因为我在有一个提示啊 他开始提示的是什么 就是咱们看一下 点修改密码的时候 他开始输入旧密码 那么他跑到这里应该是看什么 看我这个旧密码好新密码 一不一致 所以说你开始的提示应该是什么 旧密码对还是错 旧密码错了的话 应该在这先给一个提示 修改密码 直接修改失败 那肯定不对 有的说我直接改什么 直接改成 有什么 这个旧密码输入错误 那么想想旧密码输入错误 是在这 重新输入 那么在哪里应该提示什么 旧密码输入成功呢 对吧 他肯定有一次提示的是什么 旧密码输入成功 或者是旧密码输入正确 好的 我们看一下 设置密码 看一下 那我们把前面的看一下 设置密码好了 验证密码 验证失败 验证成功 现在相应是只剩啥 只剩这个修改密码了 修改密码要输入旧密码 输入错误 然后这呢 看见没 他只是把什么颜色换的 这一次其实我已经输对了 对不对 其实已经输对了 他其实是相应走到哪去了 走到这个里面去了 走到这了 走到这了 来咱们先看一下是不是走到这了 就密码输入正确 看一下是不是打印这句话 看见没 是不是就密码输入正确 打印了 那么在这里打印了咱们要干啥 就密码输入正确 然后请滑动 设置新密码 就密码正确的肯定要是什么 设置新的密码 新的密码 请滑动设置新密码 这里显示不全 因为是啥 因为咱们这里 是不是没有加自动换行 把自动换行加上 看一下行不行 有可能他提示这个高度不够啊 然后咱们先试一下 高度不够 咱们再调整一下 修改密码 这明显是高度不够 高度不够的话 咱们把这个就是往上移一点 其实这张图标可要可不要 这因为就是这个东西 我试想的是 当咱们这绘制完成之后 应该让它在这显示 其实我只是先占了一个位而已 你们下去可以就是 把这个东西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约无诱 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 当我把这个东西绘制完 你可以结个图啊 是不是 结个图之后 让它什么贴在这去 对吧 嗯 现在是不是可以了 对吧 好 想想 这里它不可能只有一个返回值啊 每次就去这里 我输入证券 滑动我再次输入才行 你想想 我哪里去提示什么 新密码设置成功的 系统密码 看着 再次设置 好 我再次设置 再次设置 变成什么 救命码输入错误 因为它直接拿什么 拿这一次的和什么 这一次的去比较了 它直接跑到这来了 直接跑到这来了 所以说咱们这里 是不是需要去判断 是我第一次 就是输入救命码的反馈 还是我这个就是 设置新密码之后的第二次反馈 这里的话就设计到一个什么 一个 一个变量 咱们要定一个变量 想想 咱们也可以直接在什么 这个就是 RS这 直接在这RS这 定一个变量 直接可以定在这 咱们先看一下行不行 比如说咱们就是定一个什么的 一个 英诚内容的变量 比如说是 appdate tug值 就修改在这 会用到的东西 对吧 默认的值 修改的时候 会用到 开始的时候 咱们让它什么 让它tug值是0的 开始的之后 让它tug值是0 那么 开始的之后是tug0 应该是在这里 开始 如果是什么呢 appdate tug值是 等于0的 它应该做什么 这个操作 对吧 那么否则呢 wh update tug 对 否则 否则的话是什么 一个提示的是 两次密码不一致 是不是应该提示这个 对吧 咱们先看一下 能否提示 它说不能直接什么 不能这么去用 看一下 咱们先把它减弃掉 s s s放在这 咱们判断 if update tug值 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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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这个 result neighbor.text 应该提示什么呢 密码不一致 看一下 应该提示就密码输入错误 就密码输入错误 好 那么放在这 它应该提示的是什么 密码不一致 重新输入 对不对 它能走到这 表示了什么 我既密码已经输入成功了呀 来先看一下 点修改 计标正确 好 它还是就密码输入错误 因爲什么 的确是这个tug值等于0 updug值等于0 那么咱们需要干什么 当我第一次就密码输入正确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在这里 就密码输入正确 应该改变什么 改变tug值 不然的话在上面 它就要返回 返回出错了 所以说咱们这什么 updug值 应该置为什么 置为1 修改密码 正确 这是tug值 看它是不是已经变成1了 没有变 因爲什么 你看下 这里是 是为1 当我再次 再一次就是 绘制完成之后 这是不就重新去定义了 所以说要把它设置什么 要把它设置成一个全局的 对吧 必须把它设置成全局的 比如说咱们就放在这里试一下 放在这里看行不行 不然的话每次组的这个方法 它都是重新设置 肯定不行 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是1了 这里它打算什么 密码不一致 因为它这时候已经是1了 是不是 啊 密码不一致 这门是对着的 但是 看见没 我这设置为1是不是不够 我得把什么呢 把这次绘制的路径 写入文件 因为现在这是一个新的密码了呀 是不是 然后是这个ns user default standard default set object for key 把什么 pass 是不是重新写进去 因为刚刚没写这句 它现在是什么 我开始的就像是 我解锁的一个路径和重新设置的路径 然后去比较的 那肯定也不对 好 刚刚是因为啥 刚刚就现在是把这一次和这一次的 然后去比了 那么现在它应该是拿什么 这一次和这一次的什么 不比较 并不比较 想想这里为什么还是密码不一致呢 其实它这次已经文件中的这个新的路径应该已经是这个的 咱们比如说去看一下 验证密码 咱们输入最开始的这个 是不是 相当于是什么 旧密码是这个 它也是正确的 请滑动设置 设置新密码 是不是应该 应该走这句话了 啊 请滑动设置新密码 应该走这句话 但是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 它的up tag值已经变成1了 所以说咱们这里也要去变换一下 如果 这个update tag值是0 咱们应该什么 才能做这个操作吧 啊 如果是1的话 肯定就不能做这个操作啊 好看一下 s 咱们先打印一下 其实在这的话应该是什么 应该打印是密码设置成功吧 啊 肯定是密码设置成功 看一下 验证密码肯定还是这个最开始的这个 对吧 好修改 先输入这个 然后再输入什么 一个新的 它提的是什么 密码不一致 密码不一致 请重新输入 看一下它应该走的是哪呢 啊 走的是上面 密码不一致 请重新输入走的是上面这个地方 请重新输入 确定 密码 密码 这应该其实是什么 它应该提示这个就是 两次密码一致才对 看一下 先输入旧的 旧密码输入正确 现在是这次的 这次访问可以回来了 当我下次再绘制完成之后 又会走到这个里面来 好 请重新 请重新确定密码 重新输入上次的密码 它现在是一直在走这里 想想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s一直是1呢呀 是不是 因为up在那个你看 经过这这步之后 它一直是1呢 一直是1呢 一直是1的话 它就会走到哪去 一直是1就会走到这 这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想想是干什么 咱们需要先把它设置什么呢 先把它设置成这个就是 静态的想想可不可以 或者是咱们把这个旧密码输入正确 请划的设置新密码 放在这 然后这应该是什么呢 咱们先写完啊 设置out nable.text 等于 新密码设置成功 这是什么 还是要返回is timer .schedule 1秒 当前视图控制器 最新这个方法呢 还是那个forgot 对吧 不传东西 然后不循环 这里应该是什么 for got secret 现在存在的一点问题就是啥 咱们第一次绘制成功 就是解锁的时候第一次绘制成功 然后 重新输入密码的时候 它走到这一句话 看一下啊 看一下为什么脑走这一句话 来 这个断点测试 咱们也是就是 要逐渐掌握的啊 好 修改密码 好触摸 完成 好 01258也传过来了 咱们往下走 基本把输入正确 看一下下一次 这应该是输入新密码呀 但是你看 它直接走到哪去了 请重新 输 这 输入 它现在是走错了 走到这里来了 相当于是什么 咱们这个up tag值 本来是0对着的 刚走到这里进去之后呢 它就变成1了 变成1之后 它是什么永远一直是1了 啊 永远一直是1了 那么下次再 再会 这里提示 重新设置 好我再次绘制 再次绘制 它肯定走到哪去了 因为我刚刚是把这个就是重新写了一次 好 下次它走到 走的是这 上次的这个 lsif里面 肯定进这里面去 好 ls走到这 走到这 他看什么 他一直是什么 一直不是0 所以说他一直打印这一句 密码不一致 请重新输入 对吧 那么也在想 我应该是什么呢 把这一句去掉行不行 肯定不行 咱们这里有一个反规是啥 当这次就是 输入之后应该是什么 再次去滑动设置新密码 再次去滑动设置新密码 然后最后是验证成功 走到这里 好咱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等一下去看什么 这里应该怎么去改变一下 好谢谢 我遇见 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